北方的同学 送过我一些资料 我看了 里面都讲的是感应 年轻得重病 终一息一束手无策 他幸福 到最后想想没办法 放弃医疗 一行念佛 念到几个月 病好了 念到两三年 你病根都断掉了 完全恢复正常 越来越相信 本来根本不能拜佛 一天能拜四千拜 可不简单 我过去有见到 真用功拜佛的 一天拜三千拜 没听说四千万 真正小业长 这种人出现了 给我们做正传 真的帮助我们断一身心 所以我们讲 断我修山 吉功雷德 用什么是第一 念佛是第一 没得比 全靠的是信心 运行 早晨吃饭 这光碟没看完 我看了一点点 那是其中一个 小学三年级的程度 你都看他唱过 没有人给他作曲 也没有人给他写词 随时口唱出来的 唱得好听 非常感动人 唱完之后 你问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记得 永远唱不完 一句接一句 这是佛菩萨 为神加持 像他这样的人 在这个地球上很多 我们跟这些人接触 要留意 为什么 有真有假的 这种能力佛有 魔也有 天神也有 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去辨别 里面所有的 他所说的 与大臣经意相应 大臣经讲的原理原则相应 可以相信 不相应的地方 要把它删除 一百句话 九十九句都是佛法 这样吧 有一句不是的 那一句要删除 那这就对了 那一句不删除 你就会受害 这要由高度智慧去决断 为什么还是要来 这一句话 这是佛法 对了 那一句话 收听